大家好,温水液含多种维生素,营养丰富,这样做比温水液还好吃 先把温水液用流浓的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 表面的水分晾干之后,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盆里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切口,防止出水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面粉不用加的太多 是每一个菜叶都能薄薄的裹上一层面粉就行 搅拌均匀之后倒入蒸笼里 再用筷子把它摊平 水开上锅蒸大火蒸五分钟 在中间来做个蘸料汁 几斑大蒜倒成蒜泥 放到碗里 蒸菜喜欢蒜,多放一些蒜泥 一勺辣椒面 适量的食盐 少量的十三香和鸡精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蘸料汁就调好了 五分钟过去了 把蒸好的菜倒入盆里 快速的搅散搅开 防止粘连 搅散开 把刚才调好的蘸料汁倒入 搅拌均匀 这样一盘简单又好吃的蒸鸡水叶就做好了 特别的美味 一口气能吃一大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